是不是我們先訪跟你的朋友關心 我們是來自嘉義市議會的消息 我們來看就是嘉義市議會的定期會 在第一天的議程就在主演的覆會過程 這主要是因為嘉義市政府主界處 占對著中央保祖界的經費提案 開會的時候提電話案 後會的時候在行運動議電話的方釋 影響到很多委的議員建議 因為嘉義市政府這種的作法 根本就是假 因為早就有發言規定 影響到少少的是東京蔡西特效 當時強調議會罷官以前 既要符合相關要件的同意 以市長頭身提到的會後強調 電話案比對家檢以前的聽述更簡單 這主要是為了要來進出建設的時侯 才會來提出電話案 江義市議會在16號規模進行提案一頭 針對江義市政府提出的 當中行政家中用保祖界的機會 建設議會當時開會的時候開電話案 開會的時候在行運動議電話 因為法議員不一樣的看法 都為議員修正發言 在現市府的作法金本就是假 因為這四十四條電話案 不像這六條這樣很清楚 不需要這樣 所以這來過他受理了 好 你如果我看你做政策 你這個屬性做不到 一期議員什麼 有什麼要強調的議員就 你可以說 沒有這個權勢 有這個權勢 有這個權勢 議員都放一百塊 經常都不可以進出 當委議員接著發言 這期市府提案的目標 但是毛議員因為電池的方釋 可以提升建設的時侯 趕緊進出經費的腳步 因為國外市都採用這個方釋 我們家裡就是都 只要用這個 對家店的方釋來反例 如果比較施工 可以有一個更便宏 工容的方式 因為最好他也是要放在 這個 對家店二度的這個 發生裡面 做反例 所以基本上 只是說一個方便性 這樣行行 希望大家都可以來支持這個案 就是說 中央的方釋法 一般我們打他 的分量 就比較肯定 就比較快速 這樣而已 議員各自表達 不一樣的看法 議長小少爺總合議員 發言之後 才是退貨 市府依照 電付款 支用第44條 相關規定犯理 那麼本案撤銷 有沒有意見 沒有 好 沒有意見 議長小少爺共調 退貨的關係不是條欄 也是早就有相關的法令規定 因為市府的作法是故意 要向議會賠償 但是市長頭身 拿在會後接受委託 訪問的時候 強調 電付案比對家檢 以前的聽說更簡單 是委託政主席 才會來提出電付案 因為他這裡寫的 寫的這三點 並沒有說要到議會 也說不開義的時候叫議長 這並沒有這樣寫 他外其他的就要 那這個三點 他並沒有寫那麼清楚 我回去再研究看看 如果是這樣可以做 我們就試試看 試試看萬一 又發生問題 也就是說 議長說我授錢不足 所以我一定要到議會再來決定 那這個是議會的問題 這不是我們的問題 我們唯一的就是 我們要盡快給市民 徵集那麼久 要去PK 要去說明 好不容易下來了 要開始做的時候 不可以做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主席會擔心 那有的局次長就是說 哇 所以我們回去再研究看看 然後我們來試試看 這樣子 雖然有一樣 所謂反對定義的議員到消停 希望提案可以開關 但是最後 議員是由議長小時候的 政策反對議員 之後才是退會 算算了 將議市夫婦相同的修長 從今年開始 因為議長的問題 已經接二連三會交 每次的課宜都 全然都會發揮 讓集結在當中的議員 也很不足來公出 尋常的檢討 四星新聞 王宣宣 家儀馳 蔡宏報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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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